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要报 川普公布利好的消息说中国贸易谈判进展顺利 川普总统说星期四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 因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 试图结束一场破坏性的贸易战 川普在前往明尼苏达州参加竞选集会之前 发表了上述的评论 当时当天的讨论结束 谈判人员准备去吃晚饭 紧张局势持续一周之后 双方在华盛顿恢复了谈判 华盛顿和北京希望结束 以数以千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为标志的冲突 在星期四的讨论当中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牵制了美国谈判人员的团队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团到访 莫努钦星期四离开会谈的时候 CNBC询问讨论进行的如何 他只是微笑 当天早些时候 川普表示 他计划星期五在白宫与刘鹤会晤 他的推文激发了人们对此次会谈的乐观情绪 因为一些报道说 中国代表可能在星期四谈判之后可能会离开 在进行谈判之前的几天里面 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 美国首先将28个中国实体列入了黑名单 据称这些实体涉嫌拘留和监视新疆地区的穆斯林少数民族 据估计该地区的难民营当中关押了150万人 川普政府随后对涉嫌参与人和组织 以及所谓的虐待行为的中国政府的官员 实施了签证的限制 刘鹤在星期四的会谈当中发表了积极的看法 刘鹤对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表示说 中方真诚地表示 愿意与美国就贸易平衡 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共同关心的问题 进行认真的交流 并且促进磋商取得积极的进展 此次会谈距离10月15号 美国将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 从25%提高到30%的最后期限的几天前 正在进行 罗斯说关税手段对中国奏效 正在悉尼访问的美国商务部长 威尔伯罗斯星期四的时候 就表示说对中国加关税是起作用的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罗斯承认贸易战对国际经济增长和金融 美国的关税的关税 美国也不喜欢使用关税这个手段 我们多年以来进行商讨 但没有采取行动 现在关税终于可以迫使中国注意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了 他表示双方在一年多以前原本是可以达成协议的 用不着在关税站上面你来我往的纠缠 但是罗斯也指出中国拒绝改变自己的行为 事实上中国的全球贸易行为变得更加的糟糕 罗斯表示说如果我们能够让中国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 世界每一个国家都会受益 另外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美中两国的谈判代表 在星期一和星期二的预备谈判当中没有取得进展 谈判最棘手的问题包括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 停止网络袭击 强迫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 减少产业补贴 以及扩大美国在中国市场的准入范围等等 罗斯表示说难度最高的是如何确保协议条款得到执行 他说过去达成的贸易协定在执行方面都非常的软弱 罗斯还说 鉴于我们需要的变化的规模和复杂程度 执行成为我们达成任何协议中的一个极其关键的部分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中美拿汇率说事 实用主义下台阶 请看报道 美国川普政府寻求中美货币汇率协议 作为中美贸易战临时协议的一部分 分析预料中美货币汇率协议不会如美日广场协议 对人民币实际影响不大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中美贸易战进入第13轮谈判 消息指 美国川普政府计划推出中美货币汇率协议 作为中美贸易战临时协议的一部分 据悉 中美货币汇率协议构想参照美墨加定USMCA相关内容 未必会如美日当年的广场协议般安排美元单项贬值 彭博社分析认为 中美货币汇率协议对人民币实际影响有限 只是双方下台阶的表示而已 中美贸易战新一轮谈判前 市场异常反复 但美国总统川普突然表示 有相当好的机会达成协议 外电意指 华府有意以货币汇率协议 作为中美贸易战临时协议的一部分 再次令外界憧憬中美谈判会有进展 彭博社经济学家分析指出 中美贸易战今轮谈判 达成全面协议的机会接近零 但中美仍然准备谈判 反映中美都正受到经济转弱压力 达成临时协议 以免进一步增加关税会是现实之局 而除了中方采购美国农产品 就货币汇率达成协议 也会是给双方一个台阶下 华尔街日报等美媒体此前引述消息称 构想中的中美货币汇率协议 会与USMCA相关内容相似 华府消息称 中美早在中美贸易战5月谈判破裂之前 就以货币汇率达成共识 USMCA第33章规定 美国、墨西哥及加拿大 需要以市场决定货币汇率 避免竞争性贬值 任何干预会市行动都需要通报 而三国需每月公布国际储备结余 及干预会市情况 鉴于美墨加货币本已自由浮动 因此USCA条款象征意义夺夺 旨在彰显川普将汇率视为贸易战一环 往后有机会以此作为加征关税的理由 彭博社则认为 尽管潜在中美货币汇率协议细节未明 但相信不会如美日等国1985年广场协议一样 安排日元兑换美元单向大幅升值以减轻美国贸致 而只会类似USMCA并强调20国集团声明中的汇率机制透明 彭博社议称 中国人民银行早已允许市场力量驱动人民币汇率 为人民币汇率设定波动区间而非锁定特定水平 纵人民币对美元8月因为中美贸易战关税而跌穿期算 人民银行迅速表明不会任由人民币快速贬值 此外川普政府8月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但中国实际上只符合美国财政部汇率操纵国三个条件中的一项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亦不认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 不过彭博社预期若中美达成货币汇率协议 人民币今后贬值即使符合市场环境和规律 亦会受到更大审查 蜚鸣和肖华同时缺席NBA中国赛的上海战 NBA休斯顿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在推特当中表达了支持香港的言论 引发了一片风波之后 尽管原定于前天晚上在上海举行的NBA球迷之夜活动遭到了取消 但是2019年NBA中国赛首战昨天晚上仍然在上海举行 由胡人队对阵蓝网队 比赛现场几乎是爆满 气氛非常的热烈 最后赛国是胡人队输给了蓝网队 不过中国蓝鞋的主席姚明 以及NBA的总裁肖华都没有到场 中方似乎有意的降温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表示 中方将一如既往的欢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 到中国去进行投资兴业 莫雷推特发表挺香港的抗争言论 NBA的总裁肖华表态支持其言论自由 风波不断的发酵 包括安踏、长虹以及携程在内的至少19家中国赞助商陆续的与NBA割席 央视体育频道腾讯体育也相继的暂停了NBA季前赛的转播安排 赛场所在的上海梅塞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的场馆内 昨天明显是加强了安保 多名的警员在场监控 赛场上也看不到中国赞助商的广告牌 距离开场还有一个小时 很多球迷已经到达了现场 有人在门口免费的发放五星红旗 还号召球迷入场之后唱国歌 不过球迷进场之后一如既往 还是纷纷的拿着笔记本、纸张还有衣服 甚至是国旗给球星来进行签名 晚上的七点半比赛开始 球迷欢声雷动高呼着加油 球员每一次的动作都会带来欢呼声 还有叹气声以及掌声在全场雷动 有中国网民看到现场流动的短片 纷纷骂说丢人现眼 还有人说欢呼声是此时最刺耳的声音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微博NBA有近4200万的粉丝 有专家指出NBA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 可能使其免受长期的损害 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 就在微博当中表示说 停止与NBA合作 勿须成为一种风潮 一些球迷也开始在社群媒体上呼吁 应该将爱国的问题和体育分开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中国逆市场杠NBA 谁赢谁输还难说 请看报道 美国职业篮球队火箭队总经理 莫雷挺香港的言论 诱发的NBA推特事件 还在继续发小 中国网络平台 腾讯和虎铺可能全面停止转播NBA赛事 而NBA也可能丧失整个中国市场 争执之下 谁将遭受更大的损失 NBA将推特事件不但引发了政治争议 也吸引了各种商业上的观望 据自由亚洲报道 美国福布斯杂志分析 NBA的中国市场价值40亿美元 NBA2017-2018赛季 在全球取得的80亿美元利润中 十分之一来自中国 但目前 中国央视和腾讯都已宣布停播NBA季前赛 淘宝等网络平台和公司也相继宣布下架 NBA的相关产品 NBA的新赛季是否会在中国全面分进 目前尚不清楚 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青则认为 如果NBA丧失中国市场 它的损失是惨重的 那些球星在中国能够赚取的广告费和出场费是非常大的 但中国这样以来 美国这些球员和球队转播和广告的费用就没有了 从绝对值来说 美国的损失肯定比中国大 但他也指出 这些损失相对于NBA及其球员在全球获得的收入相比 这种影响又是有限的 与此同时 中国方面也在算账 综合媒体报道 目前腾讯网已经为观看火箭队比赛的专项用户开通了退款渠道 并公布了详细的退款方案 已经有用户在微博上声称退款成功 腾讯网三个月前刚刚与NBA完成续约 以15亿美元购得NBA2020至2025年在中国的独家数字媒体转播权 如果目前的形势恶化下去 腾讯的这笔声音将门受损失 以NBA为主的专业篮球网站虎铺网和多年直播NBA赛事的中国官媒央视也将面临着相似的窘境 他们与直播转播挂钩的广告费用将受到影响 由于NBA在中国生根多年 与NBA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难免受到冲击 NBA的球星与球队与中国国内品牌合作 入Vivo还有本土的运动品牌、运动饮料以及电子产品 还有一些传媒网络等等 这些都会遭受巨大损失 舆论普遍认为NBA在中国篮球市场具有独占性的影响 虽然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也广受关注 但相比于NBA差距甚远 在社媒上不少中国篮球迷表达了无法看到NBA比赛的失望 因为这样的原因 美国资深媒体人毕晓普告诉法新社 中国不可能全面净分NBA 这样做可能会引起社会不稳定 除了中国社会和遭受损失之外 中国的软实力输出可能也因为这一事件面临重大挫折 美国民主和共和党两议员已经通过多个渠道 表达了对中国方面的强烈谴责 美国民间也在组织抗议 美国球迷在众球网站GoFundMe发起集资 准备在NBA本赛季开赛前 印制上万件印有与香港同在字样的T恤向球迷发送 卢比奥致函川普促反制阿里巴巴和腾讯 NBA休斯敦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撑港言论风波 在美中引起了截然相反的麾想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致函敦促美国总统川普 执行反抵制法 以反制中方要求美国企业或公民在处理香港 台湾西藏等议题上符合中国观点的做法 卢比奥表示说 对中国杯格火箭队与NBA感到震惊 又称莫雷是在中国政府禁止使用的社交平台上面 发布言论 中国政府也常利用该平台在美国进行宣传 和散布虚假的消息 卢比奥敦促川普政府全面的执行反抵制法律 对于不遵守法规企图胁迫美国企业或公民 在包括香港台湾西藏等议题上采取符合中国和中共观点者 给予惩罚 他点名阿里巴巴腾讯等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子公司 或者关联企业 表示相关的企业都因为NBA事件宣布取消转播 或是将有关的商品下架 白邦瑞称在中国已经摸清了亨特拜登的底细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事实报 白宫非正式的中国顾问白邦瑞在川普敦促中国调查乔拜登的儿子的同一周 他在访问北京期间就收到了有关亨特拜登商业活动的一些信息 白邦瑞星期三的时候在接受福克斯商业访问的时候就表示说 他在一周前对中国的访问当中提出了拜登一家的问题 白邦瑞说 我试图在北京提出这个话题 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如此守口如瓶 将谈论前副总统拜登以及儿子亨特拜登在中国的行动 与讨论洲际弹道导弹相提并论 川普上个星期公开的敦促中国对拜登一家进行调查 此举遭到了严厉的批评 白邦瑞说他实际上已经成功的从他的中国联络人那里获得了有关亨特拜登的信息 白邦瑞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说 我从中国人那里了解到了拜登的背景 白邦瑞是对中国的鹰派人士在川普政府上台之前与主流观点相去甚远 他对中国的立场与川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类似 川普在去年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白邦瑞先生是中国问题的主要权威 白邦瑞拒绝透露总统是否要求他提出这个问题 白宫也没有回应置评的请求 澳门中联办的副主任孙达被贬 根据中国政府网站的消息说 原澳门中联办的副主任孙达调任为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副局长 而澳门中联办的副主任的职位将由原湖北省的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罗永刚来担任 中医药管理局是副部级的单位 虽然孙达仍然保留着副部级的待遇 但是被视为是贬折 58岁的孙达曾在中央组织部工作 曾任澳门中联办的办公厅主任秘书长等职务 他长期从事组织工作与中医药根本就不沾边 而新任澳门中联办的副主任罗永刚53岁 长期在内蒙古工作 曾任鄂尔多斯市的副书记 以及通辽市的市委书记 还有内蒙古自治区的党委常委秘书长 还有政法委书记 今年4月份的时候 担任湖北省的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任正非说 华为从5G到核心网 已不需要美国的零部件了 华为新生社区10月10号 发布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 在9月19号 接受美国财富杂志采访时的一些纪要 根据联合早报引述 华为新生社区的消息说 财富杂志的首席执行官 莫里对任正非进行了采访 对于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 任正非表示说 短期不会对华为有太大的影响 美国最担心的是 从5G到核心网的产业 华为已经完全不需要美国的零部件了 唯有终端产品的生产系统还会有影响 但是两三年左右 这个影响就会完全的消失 他认为最好的情况是 华为能够自己建立生态生存 同时不排斥使用别的生态 对于他此前的提议 即华为愿意把自己的技术许可 卖给美国公司 任正非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他强调了三点 第一 华为愿意遵循国际的惯例 公平合理非歧视的原则 把5G专利以公平非歧视的方式许可给美国的公司 第二 就是5G专有的技术 包括完整的5G全套网络技术 完全毫无保留的独家许可美国公司 这样美国欧洲中国公司同时起步 在科技技术上面继续的竞争 第三 就是美国可以选择以美国通用芯片为主体的5G基站 也可以选择美国通用芯片加华为芯片的方式 如果需要华为5G芯片技术也可以转让许可 在回应是否已经和美国公司探讨过此事的时候 任正非表示说 美国有很多的社会精英人士在询问 这件事情如何操作 在中美贸易战的问题上 任正非表示说 华为在美国没有销售 和中美贸易谈判没有关系 如果美国政府禁止美国企业向华为销售电子芯片和零部件 对华为是没有影响的 华为的生产线处于正常的运营状态 但美国公司却在亏损 因此美国政府放开实体清单的审批 对美国企业是有利的 嗨遍布世界的明镜网友们你们好吗 今天你所在的国家有什么新闻 2019年对明镜而言是不寻常的一语 经过两年多的积累 我们正式进入高速成长阶段 蜕变虽然艰辛却也幸福 我们终于可以展示飞翔 短短几个月内 我们打造了今天大新闻 明镜聊天室等精彩栏目 开发了文字邮报 音频播客等周边产品 并组建了一支来自全球的优秀专业团队 从今天起一直陪伴您的明镜 将更进一步贴近您的生活 我们正式推出明镜专属周边商店 以后记得抱着明镜抱枕 看明镜电视 也可以作为靠背 看景久了也不会累 出门时记得把您的书籍 比较装记点点今天是准备手袋 走到哪里读到哪里 读到哪里想到哪里 此外我们还推出了手机壳 和休闲服装马克杯等其他产品 未来我们还将陆续上线更丰富精彩的商品 您也有机会参与产品的设计 并获得价值回馈哦 明镜从线上到线下的陪伴 带您了解世界的变化 守护您走过人生的路 您善意的支持我们温馨陪伴 让我们与世界并肩同行 太新闻的人永远不寂寞 当然 这只是我们2019年发展规划的一个环节 为了几个月内明镜舞台从内容到周边 甚至到媒体生态系统 都将更加丰富完善 我们深知我们还不够完美 成长途中也多挫折坎坷 但是有您的陪伴苦涩也甜蜜 唯有用更好的自己报答最珍贵的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0月10日星期四 我是明镜电视特约记者岳哥 今天就关注香港苹果应用商店里的一款软件 香港即时地图被下架 开发者指苹果公司屈从于北京 香港时间10月10日下午4点左右 香港即时地图应用 香港map.live的开发者在社交群组里宣布 该应用已被苹果从应用商店下架 香港即时地图的开发者在接受明镜电视的采访时介绍 中国大陆的人民日报10月8日批评这款应用 是在为所谓的暴徒护航质问苹果公司是否想清楚 而10月10日苹果就将应用下架 他表示这不太可能只是巧合吧 先简单介绍一下香港即时地图这款应用 这是一款提供交通资讯方便市民出行的地图应用 用户也可以在应用上发布和通报警方行踪 在10月2日 该应用被苹果公司拒绝在其应用商店上架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苹果公司给出的理由是这款地图应用会鼓动非法行为 因为用户将被允许躲避执法机关 但在10月4日苹果公司改变了主意 批准这款应用上架香港的苹果应用商店 香港即时地图不愿意具名的男性开发者告诉明镜电视 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苹果改变决定同意该应用在香港苹果应用商店上架 现在将时间线拉回到10月10日 香港时间10月10日下午4点钟左右 香港即时地图的开发者就在社交平台上向75000多名订阅者公布了 苹果公司已经决定下架这款应用的声明 苹果公司在声明中给出了原因 那就是这款应用已经被用来危害到执法和香港居民 声明又指该应用显示警方位置 苹果公司已与香港警方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核实 该应用被用来叮烧和伏击警察 威胁到公共安全 有违法者使用该应用以伤害居住在没有警方执法地区的居民 香港即时地图的开发者在推特上回应苹果的声明时就表示 这款应用从来没有寻求推动或鼓励犯罪行为 这位开发者告诉明镜电视 这款应用既有技术设定也有人工干预 以保证用户上传的信息不会鼓励犯罪行为 该应用和其他各大社交媒体一样 用户可以举报内容 而管理员会决定是否删除内容 他特别介绍地图上的信息实时的汇总警察也可以看到 而且大部分用户评价都认为这款应用提升了公共安全 他还告诉明镜电视 他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这款应用在中国大陆的苹果应用商店上架 因为那只会引来攻击 香港及时地图使用的贴文和地图的图例上 由使用狗等标签和词语来指代警方人员 在接受明镜电视采访时 这位开发者就表示 他不认为这具有侮辱性意味 因为狗是习以俗称的别名 特别是与警察暴力与警察的选择性执法有关 所以狗这个民间里语的使用也可以接受 而且互联网不属于公众地方 自然也就不构成侮辱性 所以也没有犯法 谈及如何就应用被下架进行应对 这位开发者就透露 他将会向苹果公司进行申诉 会要求苹果公司展示香港警察提供的信息和证据 他介绍目前香港警方没有与他直接沟通过 在被问及是否担心苹果公司 将其个人信息泄露给香港警方时 他表示不愿意置评 明镜电视注意到 这位开发者在推特上发布的信息指 我们一度认为苹果公司较早前拒绝上架这款应用 是官僚主义 但是现在透过苹果公司下架这款应用 可以明显看出这是压制香港自由和人权的政治决定 在明镜电视问及为何会有这样的联想时 这位开发者表示 我认为那是显而易见的 不太可能是巧合吧 和这位香港及时地图开发者的看法类似 西方媒体普遍指 苹果公司是因为顾虑北京的态度而做出了下架的决定 德国之声的一篇报道就指 苹果公司也被卷进了香港反送中示威风波 在中国官方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抗议之后 苹果公司下架了一款香港抗议者用来追踪警察动向的应用 这篇报道特别提到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 10月8日星期二发表了人民瑞评指这款应用为独软件 同时认为地图的开发者毫不避讳要为暴徒导航用心险恶 而苹果公司的批准不加掩饰要为暴徒护航居心何在 人民瑞评的这篇文章还写道 商业的归商业 政治的归政治 没人想把苹果公司扯到香港正在发生的风波中 但现在人们已有合理想象苹果公司自己要跳进来 要把商业和政治乃至商业活动和违法行为绞在一起 这种不治这种无莽会给苹果公司招致多大的风浪 苹果公司需要深思 而西方媒体认为苹果公司不得不考虑北京的态度 不是空穴来风 一方面中国市场对苹果来说非常重要 法广的报道就指 中国目前是苹果公司的第三大市场 排名仅次于美国和欧洲 近几年来面对中国本土手机的强烈竞争 苹果公司的处境远非高枕无忧 以2019年第二季度的销售业绩来看 苹果公司在华排名第五 遥遥领先的则是华为以及其他中国本土品牌 而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媒体一再警告外国公司不要表态支持或采取任何挺抗议者的行动 并警告说这些可能会让这些公司失去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 最近的例子就是因为美国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发推声援香港的民主运动 北京已经对NBA表现出了非常强硬的态度 在西方媒体之外 中国大陆的机构媒体也在10月10日报道了香港及时地图被苹果公司下架的消息 环球时报标题为苹果下架暴图好帮手的消息被广为转载 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看上去相对低调 但是在对整个事情进行了简单的来龙去脉的介绍之后 还是借助官方的话对相关的企业进行了提醒或者说是敲打 这篇报道就指10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被记者追问 有媒体指责苹果公司上架了一款应用可以帮助香港抗议者进行地图辨认 那么中方是否会要求苹果下架这款应用 耿爽就表示你说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 但我能告诉你的是现在在香港发生的一些极端的暴力犯罪行为 严重挑战了香港的法治和社会秩序 威胁到香港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破坏了香港的繁荣稳定 我想任何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都应该对此抵制和反对 而不是支持和纵容 虽然北京在主权问题上对国际企业日趋强硬 但香港及时地图的开发者看上去仍然在持续努力 他表示将会向苹果公司申诉 唯一的诉求就是重新上架 他同时介绍这款应用的安卓版仍可正常使用 下架前已经下载了这款应用的10万名苹果用户仍可以继续使用 不会受到影响而且香港及时地图还有网页版也可以使用 明镜电视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苹果公司建议修正上传信息的模式 比如说不是及时发布或者发布之前将信息与警方进行共享 那么是否会考虑这些条件从而实现重新上架呢? 这位始终不愿意透露姓名 不愿意显示真实声音和相貌的开发者 简短回答说绝不会同意 以上就是明镜电视对香港及时地图应用被苹果公司下架的综数报道 以及对相关开发者进行的专访 明镜电视还会继续关注这一事件的后续进展 特别是苹果公司将会对香港及时地图应用的开发者的申诉 进行怎样的反馈和解释 我是明镜电视特约记者岳哥 期待您的评论感谢您的订阅 明镜新闻台24小时直播 新闻不受管制 呈现事实真相 请到YouTube搜索明镜新闻台 订阅明镜新闻台